今天A股大事件来了 截止发视频之前 半导体机元件大反弹 涨停筹 电力大涨 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 导致A股市场及大赛道全面盘活 这里直接两名观点 你们都知道 近期半导股评所潜伏的板块 就是半导体及电力乃至证券 而且在昨天前天多次告知 中字头今天有可能也会形成起飞 那么截止现在为止 你们自己看一看 咱们的方向选择是不是全对了 即便是证券 今天虽然说在红绿盘之中震荡 但是切记 这里依然是机会 下面这段视频一定要认真看完 只要你看完之后 也就明白现在A股市场 到底该怎么选择方向 能够权衡整个五月末 以及六月初的所有操盘 以及现在目前A股市场 到底应该怎么做 才能更加的安逸享受 如果你觉得有用 记得来加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股评 今天是2023年5月29日 你现在看的是 周一股市复盘的走势精讲内容 首先在上午10点半附近 给大家看一下 整体A股市场的走向 以及近期A股市场 又该何去何从的问题 其实在双修我就多次告知 因为切记周五夜盘欧美大涨 导致A股市场今天肯定是一个高开 但是唯一的缺点是什么 是A股市场高开之后 确确实实会形成一些 比如说低走或者震荡盘的存在 这一点是咱们A股的一个特性 所以在这种区形成震荡盘 并不用怕 而且再提醒 最关键的是什么 是霸道股平在双修所告诉大家的 电力半导体 以及中子头 今天的涨幅活跃是很大的 那么截止目前为止 切记我再次提醒 板块方向涨多了的减点仓 然后跌多了的加点仓 究竟该怎么做呢 这段视频认真看完 当你看完之后 即便指数涨与跌 无所谓 方向选择好 咱们一应俱全 在飞值前 依然说句先话 祝点赞本条视频的朋友们 每天转转转 一路转转转 而且我的视频 是每天中午12点五评金讲 下午5点受评金讲 你得加关注 每天准时准时来看 咱们去网说 说完切记 今天不要担心A股市场 目前这个指数的 再次高开低走 或者说震荡盘 为什么呀 不要感觉现在有一个小回踩的过程 但是纵观咱们整体一小时的一个记录来看 切记啊 不管怎么样 是有放量的 懂不懂 所以说今天属于放量的一个 在早盘小时过程 那么这种区别呢 在于哪 在于A股市场 如果出现放量 代表着说已经开始形成一些主力的 慢慢跑步进场了 大家看出发 从60分钟级别就能非常明显发现 因为发现这个成交量开始形成什么了 自己看 是不是在咱们早盘第一小时是一个已经超过上周四个小时的量 大注意啊 哪个是早盘第一个小时的 是这一根 你们自己看一看 那比上周五的第一个小时量是不是大 自己看 然后呢 比上周四的成交量更大 比上周三的成交量还大 比上周二的成交量依然大 代表什么呀 代表起码说这个K线图 以及说一小时理论来说啊 本周初是有资金入场的 懂不懂 你要自己看一看这个成交量 就代表什么呀 起码说主力在A股市场这个位置还在做一个底部区域 那么我们再看六分钟级别的其他指标啊 就能看出 现在是KDG以及MACD啊 双金结构 对不对 你自己看 就代表什么呀 代表市场 即便这里有震荡盘不用怕 切架应该说也是一个震荡向上的过程 那么咱们上周所告知的跌破三千二百点之下 越跌越买依然是正确的 懂不懂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呀 现在为止啊 还是在三千二百点形成一个震荡的筑底期 所以大家这里要懂得调仓换骨 等待下一波拉升之斗 懂不懂 还有这句话啊 巴特国评近期告诉大家的电力其实涨幅是很大的了 从我告知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已经发现了 电力无论是上证指数 A股指数怎么走 就中间觉得它都是不断的拉升 切架啊 所以导致现象什么呀 咱们如果说在前面我所告知电力潜伏的时候 就这里啊 你想想 是不是这个下跌和咱们是无关的呀 再加上目前这个位置我再次进行电力其实如果还有想着说再过两天回踩的话 依然是逢低布局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已经多次告知了 夏季供应量比较大 那么这种稀缺性以及贯穿去年前年每一个夏季都有炒作电力的能力 甚至一些很大的反弹浪就能看出来啊 电力现在如果再次回踩的话 你要知道咱们夏季最热的时间还没有过去 所以依然是机会 懂不懂 所以这些话我都得提前说 但是我再想啊 我不喜欢大家去追高 要懂得逢低 在无人问津之时去低吸 懂不懂 外加呢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半导体机元件啊 大家看图啊 其实半导体机元件这个板块截至目前为止 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啊 它依然适合咱们所谓的在底部建汤之后 所形成的一个很大的拉升盘 无论是上上周的五连羊 以及上周的三连羊 以及今天的一个羊 就能看出啊 是不是它和指数是没有关系的 霸道国平多次说过啊 虽然说指数方面啊 这次我没有看得那么清晰 但是如果选择这种方向 我认为你们应该知道 最终结局 咱们是没有形成很多的受累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刻呢 需要大家注意啊 半导体有可能会形成一些震荡盘的 或者说怎么样啊 因为毕竟来说这几天长得比较多嘛 但是注意这个位置 切件啊 你可以适度的减点舱 但是不允许离场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半导体现在依然是一个底部平台 懂不懂 所以我要告诉你啊 你要明白下方这些均线呀 形成一个很大的聚焦 这个位置回踩全都是机会 懂不懂 所以如果半导体真的说在明天后天形成回踩的话 该干什么呀 该进行低吸 而今天不许追涨 这为什么嘛 因为半导体这几天长得太多了 它优于大盘 加上提醒啊 你要明白 我说到这里的含义什么呀 是涨多了呀 你就别再去激进了 现在呢 要懂得回踩的时候再去低吸 懂不懂 含着一句话 八道国平 只信奉低吸高抛买阴买阳 不会去给你们一种思想什么呀 是追涨或者马后炮 因为那种是害了你们 懂不懂 再说一下 目前啊 一定要切记啊 其实从整体来说啊 市场今天 我都并不害怕它什么震荡盘呢 或者说最终结局收率啊 无所谓 这是为什么嘛 因为你要看出啊 市场终于在近期已经说在年限附近了 我多次告知啊 只要说它跌破年限 一定会慢慢形成一个震荡向上的过程 而现在呢是月底附近 切记啊 月底附近呢 确实成交量想要去出现很大 是很难的 知道吗 所以到这一个现象 这个位置 即便说震荡来震荡去 最终结局也是向上 知道为什么吗 还有两天就正式进入六月份了 所以那个时候成交量就回来了 懂这个道理吗 所以如果说在月底啊 真的还有一些小震荡盘呢 那是干什么呀 给你的最后进场机会 懂不懂 所以方向告诉你们 以及说指数方面啊 确确实实在现在目前为止啊 还是在3200点之上的 咱们没有什么大错啊 只要说没有跌破3200点 或者说跌破之后 这个位置也能越跌越买 只要说它没有形成很大的灰彩的话 那我认为这个见底过程 咱们潜伏的过程 甚至说现在目前即便说很难受 最终结局也是值得的 这对什么吧 因为我在上周就说过啊 两个单真筑底 基本确定这是近期的一个大底部了 如果说在本周没有跌破3168点 代表什么呀 代表可能说6月就要以这个平台为一个向上的过程了 懂不懂 还有那句话啊 你要懂得下跌浪变成上涨浪是一个过程的 而如果你现在依然去思考着下跌浪的过程 我相信啊 第一你方向肯定也没有选对 第二是什么呀 是你现在对市场来说 你认为它是个高位 如果认为是个高位的话 我认为是大错得错的 知道吗 以及说非常明显的就能看出啊 是不是目前市场就是在形成一个 MCD以及KTG即将日线级别双斤的结构啊 因为KTG已经进叉了 那么MCD呢 现在在做一个圆弧底的状态 所以总体来说啊 一定要注意啊 我认为目前这个位置呢 如果让我选择的话 第一是证券 第二是如果半导体电力回踩的话 还可以低吸 至于中字头啊 我再提醒啊 这个板块我现在目前还没有想着怎样 但是你记住了 如果你喜欢中字头 现在回踩比较大的 是可以封低布局的 因为6月初如果想涨指数的话 无论是大金融也好 还是中字头也好 他们会用力的 懂不懂 都把一些事情提前告诉你们 目的是什么呀 我无论你们怎么去评价 起码说霸道过评 是用心的在服务着你们 无论怎么样啊 咱们还能句话 3200点附近 咱们不用怕 因为这个位置是坚强的底部 至于方向选择 近期 其实咱们优于别人 那么这个位置 只要说再次形成拉升的话 咱们将赚的更多 好了 新朋友及家关注啊 老朋友记点赞 咱们下午5点啊 再来看一下整体的A股市场 来分享A股收平性奖 不见不散 咱们下雪